第八章 协议真相 黄衍生是西京市的公安局长 这时候背负着双手正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 清晨刚刚摆放到房间内的百合花 吐露着他那悠悠的香气 使得这个原本应该铁血的地方洋溢着一丝柔和的气息 令人心情倍感舒畅 不过黄衍生的心情却非常的差 甚至可以说是差到了几点 短短的半个月时间 下面的各分局就有六次匪夷所思的抢劫案 而被害人的证词出奇的一致 当时他们在昏迷之前看到的都是一只硕大 丑陋 凶猛的怪物和一个中等身材戴着面具的男子 这样的怪物 我不是在和儿子看科幻世界吧 黄衍生看着六个受害人合力拼凑出来的怪物图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样的怪物简直是匪夷所思 然而通过调查 这六个受害者相互间基本没有关系 所以排除了他们来捣乱的可能性 而且其中四人胸口大同小异的找痕 也可以确定这的确是被同一种动物所抓伤 可见这次涉及的十数万金额的抢劫案件实地的确确的存在 拿起电话 黄衍生沉稳的声音回荡在办公室内 小张 你和老贺一起进来一下一会的功夫 小张和老贺出现在了办公室 小张名叫张雨诗 今年23岁 身高约1米65 面容娇好 肌肤光滑细腻 警校刚毕业就通过关系分配到了重案组 跟着老贺学东西 这小丫头虽然是通过后门进来 不过头脑却异常地灵活好用 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 协助老贺破获了三起重大案件 深得重案组同事赏识 也证明了自己并不是靠关系进来混吃混喝 老贺名叫贺章 已经在重案组干了十来年 一遇是冷静和勇猛著称 是重案组当之无愧的NO.1 老贺 你怎么看这几件抢劫案 黄衍生招呼两人坐下 手指重重地点在那张怪物拼图上 贺章平时喜欢看动物世界和科幻节目 许多真的假的 玄妙的 诡异的东西是他的最爱 可是端详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这拼图上的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摇了摇头 回答说 没见过 在我的记忆里 完全没有这样的怪物存在 小张 你也看看 张雨诗今天将满头的秀发放了下来 和平时扎着马尾的英姿萨爽不同 多了几分温柔在里面 接过老贺递过来的图纸 大眼睛扑散了几下 沉吟了片刻 说 我也没见过这东西 不过我有个主意 是不是发到网上去 让广大的网友看看 说不定其中有见多识广的人能帮助我们呢 这倒是个好主意 反正我们也无从查考 不如到网上去碰碰运气 黄野生和贺章相看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那好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办好了 张雨诗的作风向来是雷厉风行 得到黄野生的首肯后 便拿起图纸 拉开房间的门走了出去 狐狸在西尔顿大酒店住了两个晚上 享受着美味佳肴和贴心的服务 在舒爽的同时 手里的钱也如同流水般花花的流去 两天的时间便花掉了近一万块 在马路旁的电线杆上找了个做假证件的电话 然后联系到那人做了张假身份证 接着在农业银行办了两张卡 将手里的十二万多赃款分成两份存了进去 这天下午 身传两张卡的狐狸在消失了两天之后 出现在了网吧的吧台前 狐狸 你最近去哪里了 是不是不想做了 你要不想做就早说 老娘这可不养闲人 好多天没有看见那风骚的老板娘了 今天居然出现在了吧台 老板娘啊 看你这说的什么话 这几天我有事情 我让少强向你请假了 怎么他没跟你说吗 狐狸嬉皮笑脸的说 请假 你以为这里是少强开的 请假让他转告有什么用 老板娘今天的心情看起来不怎么样 估计是少强这小子没有服饰好他 狐狸忽然低下头 然后看看四周 轻声说 老板娘 是不是少强那小子晚上不卖力啊 你告诉我 他到底是微软了还是松下了 老板娘先是一阵 不过这年头开网吧的对这些字眼都听得多了 翻译过来后居然有些凶色 脸上飞起了一抹烟红 笑骂着说 臭小子 脑子里既是些乱七八糟龌龊的思想 狐狸哈哈大笑 伸手拿过吧台上的晚报 然后在自己常用的那台机器上坐了下来 怪异生物四处袭击 受害之人胆战心惊 晚报的A版头条上印着16个刺眼的黑色大字 然后用了将近两个篇幅来采访六位受害人 详细地报道了他们受害的经过和所见到的事物 我靠 这几个家伙都报案了 不过这小白话的可真不像 居然凶猛中带着些可爱狐狸 看到标题心中顿时大惊 脸色变得煞白 不过在细细读过整篇文章之后 又深深地送了口气 由于自己作案都戴了面具 除了身形外没有半点面容的报道 而罗斯的拼图则和本体相去甚远 只是那张大嘴画的有些传神 推开报纸 打开网页 果不其然 各大网站都在热烈地报道这次抢劫事件 其中的重点就是那只身高超过两米的丑陋怪物 网上的图片和报纸上的完全一样 数万的网民都发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猜测着这到底是何种生物 东方神话里的古神兽和西方魔幻元素里的怪物 都写在了上面 当然也有人猜罗斯是知识诗鬼的 不过在现代的科技社会 这些都不过是图增效尔罢了 点开魔兽的图标进入游戏 读取了保存的游戏 阿尔萨斯准时的出现在了狐狸的眼前 怎么样 我亲爱的狐兄弟 罗斯的表现是不是让你满意 阿尔萨斯依旧是那副冷裤外表下 一颗卑劣贪心的面容 你说小白啊 真的不错 看他瘦骨离巡的 想不到力量居然如此强大 那些汽车在他沼下犹如破铜烂铁 随意的一倒就烂了 他妈的 我平时有些的时候也没看到他们实实鬼有这么厉害 狐狸当然满意 十多天的时间弄到了十来万 这样的五本生意不但简单而且迅速 满意就好 按照协议上规定的日期 又到了你交货的时间了 你看是不是在今天把这事情办了 阿尔萨斯抽出双肢哀伤轻柔的抚摸 好像在抚摸心爱之人的大腿一般 交货 前段时间才给你抢去一块晶石 怎么这么快就要新的了 你不是说战争晶石在你们黑暗大陆非常匮乏吗 水晶的价格非常便宜 狐狸平时也没放在心上 现在只是例行的和阿尔萨斯讨价还价罢了 毕竟纳协议自己根本就看不懂 怎么着也要多套出点内容来 我亲爱的兄弟 上次的那块晶石我给了你额外的补偿 让你在一个月内能六次召唤十尸鬼罗斯 难道这给你到来的好处还不能让你满意 阿尔萨斯坐在骷髅马上 眼中闪过一丝脚侠 狐狸的万号是狐狸 阿尔萨斯眼中的那点脚侠根本就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笑了笑不动声色的说 满意是满意 不过我现在想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签订的那张协议我根本就看不明白 你是不是能和我详细的解释一下 解释给你听 难道我要说你这辈子就别想着能召唤冰龙这类的顶级生物 阿尔萨斯眼珠一转 笑眯眯的回答说 很简单的 现在你召唤罗斯出来需要的是15克的战争晶石 那么按照协议上你能够召唤两只 也就是你只要付出30克的战争晶石就可以了 史诗鬼我已经领略到了它的强大 我现在关心的是 要多少晶石才能召唤更强一级的生物 狐狸现在脑子里想的全是更上一级的怪物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力量 按照协议 你必须循序渐进 由低到高的召唤生物们 它们之间的费用也是各不相同 比如下面一级的伏地魔珠 你就需要150克的精神才能召唤一只 两只就是300克阿尔萨斯脸上 带着绅士的笑容娓娓道来 150克 十倍的费用 那么石像鬼要多少精神才能召唤 活力隐隐的感觉到好像上当了 有种不祥的感觉 哦 我的兄弟 你可别急 石像鬼那是高等级的怪物 价格当然不菲 魔珠后你还有兽人步兵可以召唤 费用也是伏地魔珠的十倍而已 然后是猎头者 再接着才是石像鬼 这费用嘛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都是实诚的人 都应该按照协议来办 阿尔萨斯轻轻地敲打这一只 全服在他身旁 犹如小猫般温顺的石石鬼 十倍 每一个等级的召唤费用 都是前面的十倍 我靠 你小子真是坑我呢 我要是需要召唤冰龙 那我是不是需要搬一座战争精石矿 给你才行 阿尔萨斯那绅士般的笑容 在狐狸的眼中简直就是恶魔的微笑 只见他满脸通红 狠狠地骂道 别激动嘛我亲爱的兄弟 我们是签订过协议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阿尔萨斯看着快要抱走的狐狸 嘴角荡起了一抹笑意 狐狸的喉咙一阵发甜 那协议老子根本就看不懂一个字 唯一认识的居然还是右下角的 YSENO这两个英文单词 现在居然说一切都按照协议来办 这就是赤鹿鹿的欺骗 深深地吸了口气 定了定心神说 我靠 你小子耍我呢 算了 我认了 明天我就给你三十克精石 然后我依旧召唤小白好了 这样也好 我看罗斯是个好帮手 他的力量在我们这里 可是远近闻名的 阿尔萨斯文言瞇着眼睛 潇洒地将双肢哀伤插回了剑鞘 狐狸看着策马 渐渐远去的阿尔萨斯 低声狠狠地说 小子你拿我开 算 等我弄够了钱就不干 我倒要看看那狗屁协议能如何约束我 这个月的六次召唤狐狸已经全部用完 如果现在再给阿尔萨斯一点精石 那么当然也能继续获得召唤的权力 不过最近风透甚紧 警方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在各个高级住宅附近 甚至在郊外的公路上也每半个小时就有一对武警之情 虽然还不知道罗斯到底能不能和他们的冲锋枪相抗衡 但是按照这段时间和罗斯的相处 这家伙看起来威猛无比 不过依然是血肉之躯 想必碰上冲锋枪 炙热而强劲的火力应该会被打得散了架 还是安稳地度过这段风透好了 银行卡利的那十几万还是够自己花好一阵子的了 干掉了一个46级的对手 狐狸活动了一下筋骨伸了伸懒腰 然后便点了继续自动搜寻下一个对手 忽然屁股口袋里的手机响起了那经典的铃声 谁赢荡啊我赢荡 谁赢荡呀你赢荡 顿时网吧里面一群猪头都用一样 却有带着敬佩的眼神看了过来 小琴妹妹 这几天忙着赚钱倒把她给忘记了 狐狸拿出手机一看 居然是琴叔打来的电话 喂 是琴叔吧 怎么这么久才想起请我吃饭啊 我可是每天都期待着 还以为你忘记了呢 狐狸调整了一下兴奋的心情 然后接通了电话 最近忙着找工作的事情 真的差点忘记了 我找到工作了 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你来吗 手机的听筒中 传来琴叔温柔甜美的声音 来 当然来 在哪里 就等着这么一天了 要不是前新日子忙着捡径赚钱 狐狸早就主动沾了上去 那好 到时候你直接到上次 我们吃宵夜的地方和我碰头就行 我在那里等你 电话里 琴叔问了一声 然后挂上了电话 狐狸满脸的欣喜 小琴妹妹这最后一句话大有深意啊 她用的是和我碰头 不是和我们碰头 用的是 我在那里等你 而不是我们在那里等你 可见这次她主动邀请自己吃饭 很可能就她和自己两人 一个不是很熟的女孩子 肯主动邀请一个男的吃饭 说不得是对这个男的有了很强烈的好感 想到这里 狐狸心里那是舒爽得很 没想到自己一次减净的失败 居然换回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妹 这次可一定要抓住机会 争取在短时间内 把自己的楚男之身 迫在了这小琴妹妹的身上 邵强刚刚睡醒 昨天晚上和老板娘搞了几个小时 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想不到那老板娘 居然还不满足 果然真理早就说过 在某些方面 男人永远也不是女人的对手 狐狸 你小子又出现了 看你今天的心情不错啊 板面红光的 眼睛里居然还冒着淫荡的光 说 是不是遇到了一个极品富婆 要包养你 邵强远远的就看见狐狸 对着电脑屏幕时不时的傻笑一下 滚 看你这么大的块头 居然走路都弯着腰 是不是被老板娘弄得要精进人望啊 狐狸看着邵强用手扶着的腰 忽然想起了先前进来老板娘满脸的不爽之情 眼珠一转低声笑着问 是不是没能满足他啊 想不到号称老虎强的邵强同学 也有不能满足一个女人的时候操 我邵强号称老虎强 道上的兄弟都称我为强哥 就是因为我哪里都强 一个女人我还搞不定 邵强顿时挺直了胸膛 随即脸色微变 语气一转说 不过最近状态有些不稳定 所以 活力黑黑一笑 抬手在邵强的肩膀上拍了拍说 理解 理解 然后又说 兄弟我今天晚上有事 先走一步 明天我去买队鞭回来 算是兄弟对你的关心 说完也不顾身后低声跑下的邵强 飞速地冲出了门口 而八台里的老板娘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海天集团边上的那个小饭馆 狐狸四处的张望 已经二十分钟了 秦叔怎么还没过来 就在他越来越新交的时候 盼望了半天的倩影 终于出现在了狐狸的眼中 秦叔今天打扮得异常贤淑 娇美的脸上淡妆轻湿 白色的无袖连衣裙下 雪白的偶臂 修长的眉腿 配合着他高耸的胸服 彻底地将狐狸的脑子 搅拌成了一团浆糊 狐狸等很久了 秦叔带着温柔的微笑 走到狐狸的身前轻声地问 没 没有 我也刚来一会 狐狸的鼻中一丝淡淡的幽香 直冲脑海 将里面彻底地搅乱 那我们走吧 秦叔看着狐狸 炙热的眼神有些羞涩 静自向前而去 我靠 小秦妹妹害羞了 果然喜欢我 看来今天晚餐后的活动 很令人期待啊 狐狸看着眼前那美丽的身影 脑中开始淫乱起来 不过还没有等到狐狸的思想 彻底地淫乱起来 秦叔转身回头的一句话 又彻底地将他推入了深谷 快走吧 苏敢他们还在饭店等着我们呢 狐狸一下就从淫乱的顶峰 跌到了谷底 原来不是和我一个人吃饭啊